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现在它的高低层分离 你看这个是它的环流 逆时真的环流 可是它的主要云气在这个地方 脱离开来了 现在还在整合当中 今天中午的时候 日本气象星正式把它拉为 今年第14号台风 那它预测的路径 老实说变化蛮大的 大概会往西北方向走 但是还有很多变动的空间 另外一个就是山山台风 各位有没有看它的暴风圈 大概外围云气已经碰出到 关东地区了 大概会稍微碰一下 然后插边往东北方向走 还有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其实有一个低气压环流 在炫当中 不过发展条件没有很好 就是一个大范围的低压 台湾这边还是相对的蛮晴朗的 中南部有一些午后的一个震雨 有一些干的空气在这个北边 所以北部都不下雨 那未来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是山山台风 碰一下都往东北方向走了 那高压有一点往西深的这个趋势 但是也不明显 因为它的强度没有很决定性的这个强度 那它这个台风其实就很弱 它没有很强 所以它就会受到大家的牵引带动 以整个环境来看的话 高压有一点西深的趋势 推着它往西北边走 可是呢到底高压多强怎么推 还包含它跟这个北方这边高压如何互动 老实说还关键差异蛮大的 所以像这个预测是往韩国方向走 也有一些预测往上海这边走 也有一个预测往台湾北部海面走 所以都有一些变动的空间 所以我们未来呢 还会给大家持续的追踪 但是至少现在的讯息 不会指向台湾 各位可以稍微放点心 那当然各位已经看到 这边怎么那么多水汽啊 其实我再给大家看一次 其实这边刚好是一个低压 低压系统 最近呢其实整个低压的范围 都在我们这个 台湾以南的这个地方 慢慢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低压带 大的低压带 预期呢它会慢慢的 随着整个系统带动 稍微北上一点点 所以我们台湾附近呢 会受到这个南海的这个水汽影响 水汽会变多 等于是午后阵雨呢 就会变得稍微多一点点 但未来这个礼拜 请大家留意一下 会变多一点点 那这个呢大致上不会直接影响 但是恐怕会讲到广望 东啊整个中国南方这一带 这个影响会相对的比较大 那后续呢 这边也都还有扰洞或低压 会发展起来 所以最近的未来呢 大概天气不是热啦 就是这种午后的震雨会增多 各位没有看到到下礼拜 雨呢就稍微多一点点 这个就是我们后续的观察的焦点 那另外呢 台湾天气都受偏西南风的影响 特别是西半部 就容易有些震雨 那事实上有时候早晚呢 跟海陆风环流 边边早晚 这不是下午的雨 有时候午后 清晨夜间都有产生 那这种呢 就是午后的这个塞巴喉 每个地方的雨不一样 这个午后这个时候 很容易有一些 零星局部的震雨会发生 所以这几天呢 礼拜三晚上各地天气 大致上是晴朗不错的 温度呢 26、27 南部来说的话 晚上会到28度 比较闷热一点点 然后其实大致上是还不错的天气 南部有一些短暂性的震雨 那预计呢 礼拜四白天 大致上空气品质呢 也都还算可以 普通等级都还算还可以 然后大致上呢 还是一样 北部还是偏热 35、36度 中南部呢 有一些午后震雨 那东半部呢 相对的就是晴朗 台东到绿岛 有点短暂性的震雨 稍微温度稍微降一点点 所以最近呢 其实都是晴朗 炎热的温度会持续一阵子 我们给大家一件记忆 14号台风摩羯深沉 路径偏则往西北 变动度还蛮高的 我们在后续保持观察 现在像这种弱的台风 它的路径可能一天的修正 可能就500公里以上 那近期呢 还是偏炎热高温的天气 还是有低压发展当中 所以最近还是蛮旺盛的 我们就提高警觉 不必过于担心 我们来看详细